去年一年身在海外的同胞们确实很不容易 再次我要告诉大家几个好消息 一是我们将推出春苗行动 进去协助和争取为海外的同胞们接种国产或者是外国的疫苗 50多个国家目前正在陆续将中国公民纳入到本国接种的计划 还有不少中国公民正在当地依法接种中国的疫苗 下一个我们还准备在具备条件的国家设立国产疫苗的地区接种点 为周边国家有需要的同胞提供服务 二是我们将推出国际旅行健康证明 落实健康码国际互认倡议 推出中国版的国际旅行健康证明电子文件 在充分保护个人隐私前提下 实现核散检测 还有疫苗接种等各方面信息的相互验证 从而来助力安全有序的人员交往 三是我们将全面实现海外领事的云服务 将于五月推出中国领事APP 让海外同胞一键直达主管实领款 实现掌上办领袍腿 全天候在线 办理海外中国公民的旅行证件和领保服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udi determinant